那就像我们了 再介绍我们C缘了 另外一个基础就是什么就是数据 什么叫数据 你想一下 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是时时刻刻都在给这个数据打扰道 比如说你的身高体重啊 这就是你的个人数据啊 对不对 比如说我现在真的读了这篇文档 这篇文档也是一份数据来的 那我们在软件使用过程中 是也会产生一些大大小小的数据 比如说我们在玩这个软件的时候 是可能会产生一些图片数据啊 什么文档数据啊 一些视频数据啊 我们从网上下来视频 是下来一些视频数据啊 所以我们的软件使用过程中 都会产生数据 那既然在软件使用过程中 都会产生数据 所以我们程序员开发人员 对这个数据应该要特别明展 因为我们时刻都在跟这个数据打扰道 比如说我们这几个软件可能啊 这里有几个图 你看这几个图 一个切水果 一个是愤怒的小鸟 一个是吃中 你看这几个软件 介面上是不是五花八门啊 这五花八门上面的东西啊 这都是数据啊 比如说这个105 是不是用户的一个积分数据啊 这个是一个时间数据啊 这些是不是都是数据啊 你看这是图片数据 这个什么 这个是文字数据 是不是很多数据啊 对不对 这些都是数据啊 好玩啊 好 那这个数据既然这么多 那我们怎么给它分类呢 我简单说一下 其实我们计算去成熟的数据啊 大体来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静态数据 什么叫静态数据呢 就是不动的数据嘛 静态数据就是指一些永久性的数据 永久性的数据 一般我们存在什么地方 存在硬盘里面 我们都知道 你硬盘500G 500G是可以存放的视频啊 存放的文档啊 只要你硬盘没坏 那里面东西就都在啊 所以这个我们称之为静态数据 而且我们硬盘硬盘的什么 存存分跟一般都比较大 现在普遍的什么7K50G啊 什么1T啊 是吧 很正常的 而且很便宜 现在硬盘 是不是啊 所以硬盘里面一般可以存放一些永久性的 而且比较大的文件 那我们的静态数据 它存起来有多久呢 只要你硬盘没坏 它数据都在 而且我们就算电脑关机了 再次打开我们电脑 硬盘上数据还在 这个就是所谓的静态数据 好 所以哪些数据是静态数据 很简单 一般来说静态数据都是以文件的形式存储在我们硬盘上 比如说我们的文档 我们的照片 我们的视频 这都是一些静态数据啊 只要你存在硬盘中都是算是静态数据 完了 非常简单 再看 跟静态数据相关的 做个什么 动态数据 动态数据啥玩意儿 其实就是临时数据 什么样动态数据 动态数据就是指我们软件 也就是程序 在运行过程中不断产生动态产生的一些临时数据 我们称之为动态数据 这些动态数据一般存在什么地方啊 内存中 内存中 我刚刚说了吗 我们的动态数据是在软件 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 我们知道软件与运行是被加载到内存中啊 所以动态数据都是在内存中啊 OK 那而且我们内存中的存储应该一般是比较小 所以我们软件产生的数据 一般来说是比较小的 动态数据都比较小 现在普遍就是4G8G不是很大对吧 所以我们内存呢要谨慎使用 特别是我们开发手机软件的时候 这个内存特别要紧 为什么 你想一下 iPhone的内存只有多少 512 只有512 它内存只有512 如果你一个程序已经占了好几十 五六十MB内存了 那已经不行了 你占了这么多的内存 那其他程序是没法开内存的 是不是啊 就不能同时运行的程序了 所以这不行了 不过呢 iPhone的系统它是有限制的 一旦你的程序 占了内存非常多 它会马上强制关掉你的程序 它会自动关掉 它会强制关 所以我们程序 以后写程序要非常注重那个性能 非常注重内存占有率 一定要注意的 好 这是一言 好吧 那我们的动态数据能保存多久呢 刚刚说到静态数据的话 是不是想保存多久 电脑一关一打开就还在啊 对不对啊 但是我们的动态数据呢 只要我们电脑一关 手机一关 那些数据就不在了 是不是啊 比如说我们在聊秋秋 比如说聊秋秋啊 我在聊秋秋 比如说我想问一遍 哎你吃饭没有啊 比如说我打一句 你吃饭 没有 我还没敲碗了 你吃饭没有啊 你想想这些数据是不是动态打出来的 动态产生了 所以这些数据是不是都是动态数据啊 所以它放上什么地方 内存中 内存中 那突然之间 我敲都还没敲完 我电脑突然断念了 那你说 这些文字还在吗 你电脑再打开 你就刚刚出的文字还在吗 以你软件使用机面来说还在吗 肯定不在 这个数据在什么地方 在内存中 内存有个特点 什么特点啊 我们电脑一关闭 内存就停止工作 里面所有东西会清掉 听懂吗 所有东西会清掉 所以动态数据 它是临时的 只要我们电脑一关 内存不工作了 我们里面所有东西都停止 对吧 这个就是我们的动态数据 那哪些是动态数据呢 很简单 当我们运行某个程序 或者使用某个软件的时候 整个软件 是不是都会被加到内存中啊 那在软件使用过程中 会产生一些大大小小的数据啊 这些数据都是一些临时数据 都会放到内存中 这些数据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动态数据啊 非常简单 那当我们整个程序啊 停掉了 或当我们电脑关掉了 那这些临时数据都会被清掉 都会被清掉了 两种条件 哪两个条件啊 第一个 你软件被关了 你软件被关了 它的数据也会不见 第二个条件 如果电脑被关了 或手机关了 你的数据也会不见 对吧 两种情况 非常简单 那有些人问了 我们硬盘这么大 那你这么小 那为什么不把所有的数据都放在 硬盘中呢 为什么动态数据都放在里面中呢 为什么呢 因为硬盘的访问速度特别慢 内存的访问速度比较快 你想一下 我们程序一运行呢 是要保证我们程序的运行速度要快 数据处理速度要快 那怎么办呢 那只有加载进入内存 运行起来还是特别快的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程序运行 还是放内存 不是放硬盘的 所以你的程序呢 是安装在硬盘 运行在内存 因为运行的时候 我们就保分它的速度 所以放内存 非常简单 OK 好了 好了 那之后那你想一下 那既然又有静态数据 又有重要数据 你觉得我们开发人员 最应该关心的是什么内存数据 静态的还是动态的 肯定是动态的 为什么呢 我们时时刻刻在跟软件打架了 我们软件在运行过程中 它产生的数据 基本上是不是放在内存中 对不对 所以我们比较关心的是内存 我们最关心的是内存 所以我们最关心的是 这个放在内存中 这个动态数据 特别简单 这个内存的数据 好了 其实我们这个静态数据跟动态数据 时时刻刻就在发动转换 怎么转换呢 我这里画两个图特别简单 这个图是由静态数据转为动态数据 或者什么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硬盘上有一个MP4文件 C元的MP4文件 比如说C元的一个视频教程 你看是有个MP4 这个MP4 你一下来下来是放到你硬盘里面了 这个是不是一个静态数据 那如果有一天我想播放它 你是可能打开你的什么暴风影音 什么讯你看看QQ影音 那你打开了暴风影音 首先你是得把暴风影音 夹载到你的内存中 要暴风影音 再从硬盘上读取这个文件 到内存中来解析来播放 是不是 那这个时候 你的这个视频 是不是从静态数据 转成了动态数据 听懂这句话吗 对啊 这个东西特别简单 完了 这个是静态数据转为动态数据 一个过程 再看 当然动态数据也可以转成什么 静态数据 什么意思 什么情况呢 比如说下载 文件下载 你看啊 比如说我们想开个讯人 下载一个视频 首先你一开讯人 是把讯人 加载到你的内存中 那讯人是从这个互联网上面下载的那种 那从互联网上面 一下的那种 首先它会进入什么地方 进入内存 我们从什么地方 我们从互联网下载的文件 首先会进入内存 经过我们内存的处理 我们再把内存中保留这数据啊 再写到我们硬盘里面去 你想一下 这是完成了一个由动态数据转为静态数据的过程啊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软件在实用过程中 不断的在跟动态数据 跟静态数据打交道 他们两个是不断交换了 是不是啊 嗯 这个特别人呢 当然我们程序人最关心的还是这个动态数据 内存中的数据 因为我们的游戏中呢 或者应用很多数据是不是都是停留在内存中呢 临时的一些数据啊 是不是啊 当我游戏一完了 游戏一关数据就没了 这就是临时数据嘛 是吧就完了嘛 OK这个非常简单 好了好了 之后呢 再看啊 再看一点 数据的大小 你想一下 不管是静态数据还是动态数据 他们是都占据了一定的存储空间的 比如说你的视频多大 你的视频是两均是吧 这是个大小啊 你的视频占据我们硬盘里面存储空间啊 这是静态数据 那我们动态数据呢 放在内存中 放在内存中也要占空间了 占的是谁的空间啊 内存的空间 比如说 我们这个积分 105这个积分 它是不是 它是不是程度运行过程中产生了个数据啊 这个数据换成什么地方啊 内存嘛 那既然它们放内存 我们讲 105这个数据 是不是要占据一定的存储空间啊 它占的是谁的存储空间啊 内存嘛 是不是内存存储空间啊 对不对 OK 所以说重点一块 不管你是静态数据 还是动态数据 都要占据一定的存储空间 而且 不管你是什么数据 都是由零和一层层的 这句话我们说过 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文档 我用这个文 古博文档看起来这么好看是吧 其实它是由零跟一层层的 是不是 像我们内存的这个105这个数据 像这个这个这个水果 水果看起来这么好看 其实它都是由零跟一层层的 对不对 特别简单 OK 好 啊 那再来 那数据呢 我说都有大小 对吧 静态数据呢 就占据我们硬盘的空间 动态数据呢 就占据我们内存的空间 当然 刚刚说了 所有数据啊 是不是都由零跟一组成的 那既然这样子 你想一下我们数据越大 是意味着我们这个数据 它里面里面的所包含的零跟一啊 就越多啊 是越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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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一下我们计算机中的所有数据啊 是都能用零跟一表示啊 那有些东西怎么觉得奇怪 就这个计算的观念不太强 那我觉得这怎么这么奇怪啊 零跟一能表示这么多数据吗 比如说只给你一个零 只给你一个一啊 你是只能表示两种数据啊 要么是零 要么是一 只能表示两种数据啊 但是如果我给你的零跟一个数特别多 你所能表示的数据是多了 比如说我给你两位啊 给你两位那给你两位的话 你是能表示00 01 10 11 是不是能表示四种数据 那如果再给你一位 是不是更多了 001 是不是啊 越什么010是一大队啊 是一共八种啊 我为什么是八种 我就算了 是很多啊 那如果给你几百个零跟一 你能表示数据范围是更多了 对不对啊 所以零跟一是足以表示 我们计算机中的所有数据了 是不是啊 只要零跟一的位数够多 我是只能排列体 我中很多种数据类型啊 是吧 这个难吗 ok当然你想的 那我们这个数据越大 比如说你的视频啊 你的视频有个视频是 什么一季的 另外一个视频呢 又是两季的 我们知道 不管你视频多大多小 它是不是都是由零跟一组成的 是这意思吧 对不对啊 而且 你的文件 你的数据越大 它所包含的零跟一啊 是不是越多啊 对不对 但是你想着 如果我们仅仅是靠比较 谁的零多 谁的一多 来比较文件大小 是不是特别麻烦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引入了一个计算机单位 这个特别呢 是一些计算机常识啊 计算机单位 什么计算机单位呢 首先 一个单位 是什么单位呢 位 比特 这个比特的话怎么读呢 是比特位 英文中文当然是比特位啊 比特位 这个比特位啥意思呢 一个零或者一个一 就是一个比特位 听懂了吗 比如说我01011 我们这里有多少比特位啊 7个对不对啊 这个是比特位 有7个比特位 对不对 这个7位OK 但是呢 你纯粹用比特位 来比较数据的大小 这样是不合理啊 你看 你这个数据多大 哦 我这个数据有几十万个1 你那个数多大 我这个数据有几千万个1 这怎么比啊 不好比对不对 那为了方便比较大小 我们又赢了其他单位 什么东西 字节 字节 字节叫什么呢 byte byte 对不对 那一个字节 多少比特位啊 对 八个比特位 对不对 意思就是 每逢八个0跟1 我们是等于一个字节啊 试验一下 那你里面的0跟1特别多 我是都会转回 转回相应的字节啊 软了吗 OK好了 但是字节这个单位也太小了 是不是也太小了 所以我们有更高级的单位 是不是有kb啊 比如说我们1b啥意思啊 是一个字节啊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来个1kb kb通过吧 是1000啊 1000kb啊 其实是等于1024b 是不是很简单 那这个还不够的 还有个什么 mb mb等于什么 1024kb 对不对 这还不够的 还有什么 gb Egb等于什么 是不是等于1024mpt Egb等于1000多兆啊 对不对啊 还有什么 tb tb等于1024gb 对不对啊 非常简单 这一单位呢 我以前是讲 其实很多学生也知道了 但是我还是说一遍啊 今天当时说一下就完了 不可以搞不到 所以呢 我们单位是这样走快 当然 我们这个1b啊 我们的1b啊 其实是不是等于八个比特位啊 对不对啊 这大写币不是比特位是自己啊 是这个败草 一个字节就等于我们八个位 对不对啊 所以我们每一个文件呢 你看啊 比如说这文件 他多大 2.9兆 2.9兆 意味着他里面包含的0.1 是不是特别多啊 有多个0.1啊 我们是个换算一下 2.9乘以1024 再乘以8 不是完了吗 再乘以1024 对不对啊 就可以换算出里面有多个0.1的 对吧 知道一下就行了 好完了 好完了之后呢 那这个单位就over了啊 好over之后呢 我们再看一看啊 我们这些软件啊 在使用过程中啊 是不是都会产生大大小小的数据啊 其中比较多的数据都是一些动态数据 都是在软件使用用户产生的一些动态数据 比如说这个积分 你想想这个积分啊 我水果切的越多 这个分数是长得越快啊 是长得越多啊 这个分数是动态改变的 大家突然我切了一半 我手机断定了 你这个书记是不在了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是动态数据吧 那既然是数据 它是也要占据一定的存储空间啊 那这些数据占多少存储空间啊 难道你一个105这个数据 你占据一致的存储空间啊 那这个不现实啊 对不对啊 那这些数据各自占据多少存储空间 这个我们是有一定的敏感度的 我们作为这个C元程序员啊 对我们的数据占据大小要特别敏感 你们现在学的不是渣渣了 如果你又是渣渣 你根本就不用关心内存 你根本就不用关心我这个数据占据多少存储空间 我们学习C元就不一样了 我们要对这个数据特别敏感 对这个大小它们敏感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C元它是可以直接操纹内存的 既然它是可以直接操纹内存的 那我们是对内存空间的排布 对这个内存空间里面每个数据占据多少存储空间 是比较特别敏感的 因为我们是直接绑内存的 所以你要对这个问题特别敏感 比如说105这个数据啊 在我们内存里面占多少存储空间啊 有个人也知道吗 105啊 不知道什么 不想算了 等一下我讲 那现在你看 我们这里是有三个人界面 那这三个人给我们讲一下 是产生了很多这种类型的数据啊 比如说 这一段是不是文字数据啊 这个头像是图片数据啊 那这个数字是不是也是一个文字数据啊 所以软件中呢有很多数据 那这有这么多数据 我们怎么利用这个编程员去处理呢 那为了方便我们处理软件使用过程上一些数据 C元呢就对这些数据进行了分类 那总的来说 我们C元所操作的数据啊 有哪些类型呢 我这里有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特别简单 那我们C元里面对于我们软件开发问题中啊 这些数据啊 进行怎样一个分类呢 分到很多类啊 看到主要呢 我们分成四大类 一个是基本数据类型 一个是指针类型 一个是构造类型 一个是空类型 那我们最先学习哪种数据类型啊 肯定是基本数据类型 为什么名字叫基本嘛 是吧 基本数据类型 那究竟什么是构造类型呢 构造类型 其实就是在基本数据类型的基本上 就是 把多个基本数据类型 一个精华 你不学好这个指针呢 你可以相当于说 你没有学过色语言 听懂了吗 比如说 色语言简单啊 这个指针以外 其他都学的特别好 你可以说 你没有学过色语言 听懂了吗 指针没学好 相当于没学过色语言 就这么简单 首先指针非常重要 指针类型 为什么指针类型这么重要 因为指针类型 它可以直接操纵内存 我知道了内存地址 我就拿到地址 对你成立中间 把理论值改掉 这个就是指针 特别霸道 特别好玩 我想指谁就指谁 我想改谁就改谁 对不对 所以内存的数据随便我改 对不对 这个就是指针 当然 你要想学习一些指针 你首先得学习什么 基本的数据类型 那我们基本的数据类型 有哪些呢 很简单 像现在很多朋友已经见过了 一个是整形 一个是整形 整形 整形有个关键字 给它分类INT INT INT我们很久以前见过了 对吧 这个代表整形数据 什么整形呢 就是整数 10啊 20啊 259啊 这些整数啊 就是整形 所以你看 那我们这个图里面 有没有整形的数据啊 有吗 5 12 7 8 0 这些都是整形的 对吧 这个整形的数据特别型 对吧 好了吗 好 这还有什么型呢 还有浮点型 什么是浮点型呢 说白了就是小数 不是小数啊 浮点型分两种 一种是单精度浮点型 一种是双精度浮点型 那这两种浮点型 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很简单 就是他们所精确度不一样 精度不一样 什么叫精度不一样呢 双精度所能表示的小数位数比较多 听懂了吗 更精确 这个双精度 单精度所能表示的小数范围稍微少一点 这个叫单精度 就这个区别 大家都是小数 所以小数就是浮点型嘛 简简单的说完了 说完这还有什么型呢 还有一个X类型 也就是字符型 CHLX 字符型 这个字符型怎么回事呢 其实字符型代表一个文字嘛 一个文字 后面会解释字符型怎么用啊 特别简单 就这四种类型 对不对 那以后我们开发问题 接触的都是这些数据类型的 都是把这些数据类型 对的数据显示到我们软件界面上 就是这样的 好先有个总体认识吧 对我们的数据啊 有个认识就完了